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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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跳过去抓住那个边缘 老拉这就不是吸引注意了 而是把他们全涂光了 又捡到爆炸箭了 再把这路头也炸开 小心 这就是刚才升级以后 掉了一地榴弹 没伤完一箭以后 掉了一地榴弹 还会再持续爆炸 只不过威力没有之前的墙了 这同伴都被屠杀了 过来先找掩体 找石头掩体 木质都会被炸开 会被他们打烂 这么近的距离 炸他的时候也把我自己炸飞了 这次还是换毒箭吧 上面的人也一块毒死 过去 手轮扔过来了 再补充一下 冲箭 毒箭已经没了 先制作一下 最后这一个人了 可以大胆接近他 还忍 接近以后精占咋了 估计也搜一下他们尸体吧 估计还是很重要的 这个入口也在炸开 缓弓箭 爆炸箭 行了 再缓上毒箭 那几个人用一发毒箭搞定 右边这个还没死 近战咋了 还给我扔手雷 最翻扔手雷的敌人了 都不能好好躲在掩体后面 换掩体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他们打死 扔手雷还是非常恶心的一种敌人了 虽然每个人基本都会这么干 还在开屠杀 在近战杀 上面还有这层爆炸箭 又扔 雪 要上 真的是秒 秒量 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升起两个技能之后 就要上 这个近战 这是一个穿重压的 不过没关系 压根不给他反击的时间 再搜刮一下尸体 之后这个油桶 其实也可以打爆炸死他的 但果然还是近战更爽些 漫天的火箭 这群原始人愣性的火箭把直升机射下来了 老拉 听见了吗 塔罗到处都是数三亿的人 我们被困在地下墓穴里面了 该死 该死 撑下去 我来了 这我先不看 要拿这儿的钱 点个这儿的篝火 哇 这个影子有点吓人 这不是老拉头发的影子 还没完呢 战斗还没结束 换一下弓箭 到这儿来 又得继续战斗 前面人好久没用这些道具了 用死的燃烧瓶 木质掩体都是那么破坏的 扔到他比较靠后的位置 就是为了把这前后的人都炸死 这火箭还走到我正 然后凭着火上 把自己烧死了 后面还一个 可以近战 但是我这次选择 还是近战吗 本来想爆头的 还进来 拿盾牌的 不过没关系 我有足够的时间 斩了这一火 然后闪避 反击 最高级的反击技能 可以直接秒着盾牌兵 用下弹药 搜挂一下尸体 也不是所有尸体都搜了 浪费时间 直接从这儿过去 各三个人先做一下图剑 一剑全秒 然而还不算完 一会还会再来一剑 这毒烟还挡住了我的视野 已经来了 放颗毒烟 放颗毒剑 那也再放一颗 接下来下来 敌人也会 也会被毒死 这边也是 带制作 在半空中就被毒死了 他们 还有吗 都死光了 最后来一拿出 最后来两个重甲的 然而还是可以一颗毒箭秒掉 没什么卵用 虽然第一件射偏了 雅各 他们走了 但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 你要跟我说说这个地方吗 你已经证明了自己 跟我来 又拿到新装备了 总之这儿还是 普通的装备 就能过去的地方 搭个绳索 划过来 接下来这儿就不是了 像这种东西 是我用斧子可以勾住的 我斧子上也可以连根线 所以说跳过去的时候 直接按下叉 就可以荡过来 拿斧子勾住在上面 过去的独木桥 这种比较远的地方 我够不着的边缘 也是可以拿斧子勾住它 然后 我再顺着爬上去的 攀爬技能又升级了 这样 又是一个需要用斧子 当究竟过去的地方 这次还要配合前面的攀爬点 用斧子勾住枪 跳到右边来抓住边缘 像这种攀爬点也是可以用斧子勾住的 这也是一次当然的 然后再顺着攀爬上去 这儿开始下雨了 还有一个篝火 能点好的篝火 不爽了 拿点木头 不爽 这里可以当到前面的 绳索上刚才有一个废料没拿 可惜了 再继续来 这种荡起来 比普通的爬法要爽快一点 更刺激些 拿上地图再用绳索滑去 接下来这里是出现在官方演示视频里的一个地方 这里游过去之后 岸边有一个敌人 可以直接拖进水里暗杀 杀完之后先躲到这个草盆里 剩下的人倒是不多了 这个可以暗杀掉 不会被其他人发现 至少不会发现我 会发现尸体 这个也可以直接再暗杀 那边俩人在一块的话 拿一颗毒箭搞定他们 先吃错 味道没了 哎 他们俩分开了 那正好杀这个 另一个不会发现 这个剩下这个就被孤立了 屋里虽然还有敌人 但肯定察觉不到这儿了 直接过来 刀杀 专在正面 但只要还没他 但只要他还没反应过来的话 就可以暗杀 速刮一下尸体 这样屋里还剩最后一个了 也是背对着我 过来刀杀就行了 让这儿敌人全部杀光了 我扶上了目前手上的所有情报 我封下弹药 做怪的狮子 从这门这儿翻出去 这边剩下的就交给那些佣兵 我们得回到营地区 交给他们吧 收到这里没有状况 收到了 左边这三个人等他们走到一块之后一发毒箭可以全都秒了 剩下人虽然会发现他们尸体 但找谁干的 也就是说可以继续暗杀 这俩人再来一发毒箭 也全都杀了 然后这边还有个重甲兵 这种都是不能直接爆头的 因为他们头上带着头盔呢 所以说要么进战暗杀 要么给他来发毒箭 但就这一个人毒箭我先浪费 所以说还是进战杀吧 背后一刀通刺 剩几人发现我了 不过没关系 没几个人了 就在进战咋了 目前 是无敌的 刚才进战时候是无敌的 给我学了技能了 至少短暂融入敌的 有了瞬间和血呢 你刚才打得非常忙 走着前面这人 已经全部杀光了 这里别人是最多的一个地方 想要通过他们并不容易 这两个人在一块 虽然说杀死他们 启动一个另一个就会发现 但同时杀死的话就没事 拱火那边还有俩 在他们俩中间射一发 在他们中间地上射一发就行 剩下人还是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但并不知道谁干的 换一个地方 搜一下尸体 用这些尸体绕到他们后侧去 尸体和草堆 楼上那个进到屋里面了 现在的话可以暗杀 然后左边还有一个可以暗杀的 先不管 这个也可以暗杀 接着就是左边这个 这样只剩他自己了 再来背后斗杀 哎 我想搜刮尸体 结果拿了这个 这个是射能机器用的 现在我完全用不着 扔了就行了 屋里这俩人相当好办了 全都背对着我 暗杀一个 然后另一个进站 刚发现我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刀杀 也算是暗杀了 不刮 拿着这个 我感觉没敌人了 该死的疾病 害我的身体衰弱不移 现在还想要干扰我的心思 我的意识一直涣散 迷走在回忆中 果然安娜是有某种疾病快死了 不过这也不能成为她开屠杀的理由 赠斧子勾住前面的边缘 这样好攀爬过去 太远了我抓不住毕竟 二轮跳上了 压根没必要用斧子这种地方 这里有一个篝火 这样这次可以到这了 一里一层 一里一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